來到中正區幸福里 不時可以看到里長蘇紅人 騎著腳踏車在里內穿梭 親切的與里民互動打招呼 位在台北市市中心的幸福里 里街範圍 東西狹長 公家單位林立 還有以美食著稱的華山市場 以及環境幽靜的旗東老街日式宿舍 幸福里是在台北市的可能是市中心 所以市中心偏一點 我們里里面主要就是最有名 吃方面的湖黃豆漿 大家都曉得的 文化方面我們在其中就有個 以前日據時代的日本公園宿舍 經過政府花了經費整頓之後 保留原裝 做的文化文學基地在那邊 延續父親服務里民的承諾 蘇里長一座就是十三屆 服務里民超過五十年 生活里民信任 也是台北市最資深的里長 那我個人在我們幸福里就是以前的滑行李 成中去的時候 我前後一共連續 擔任十三屆的里長到目前為止 我的里長是從我父親他就開始擔任里長 那我從小牧入來 知道這個里長的工作 而且因為我以前在做生意都是跑外面嘛 在外面接下公務 所以就是我父親不幹的時候 我就接下來我就繼續擔任到現在 里里面也跟整個社會可能有一點關係 因為這個生活形態的改變 因為大家也忙於工作 里民跟里民當中的聯繫工作就比較少了 平常早期的話 大家沒事的話都會出來一些畫家廠 那現在大家忙於工作 那除了我們有辦里的活動 大家有機會互相聯繫之外 其他的話就比較各忙各的了 里內啟動公園是幸福里唯一的公園綠地 儘管佔地不大 卻整理得相當優美 共榮式郵具 涼亭座椅一應俱全 里長說原先里內有任養一塊綠地 之前交還給政府 將進行改建 里長也爭取改建後 能夠有個禮活動中心 我們里面本來有一塊綠地 綠地就是因為我們禮辦公室透過區公園市政府 我們在任養一個綠地 因為最近因為他們是會要來利用的時候 我們就是交換去 最近才交換給他們 我們也爭取以後他們改建之後 希望在他們改建公有的建物裡面 有一個禮的活動中心 讓我們大家來共同使用 儘管年過八十 蘇里長身體依舊硬朗 充滿活力 每每每遇到年長的李民 互動就像家人朋友一般 也因為這樣的親切感與最懂李民的心 造就幸福里成為幸福的後收宅 記者聯席會 台北報導 內臉中心 兩位之間在家人宮 為何加拿紥 祖宗 兩位之間在家人 互動中心 兩位之間在家人 都認識了 她的欣賞 TWFC 三位之間在家人 也不得了只好處理